Hello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本营时间6月27日2023年 全国田径冠军赛已经正式打响了 今天给他回介绍的是男子100米预赛比赛 我们今天给他回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浙江的谢正业 谢正业曾获得田径世界杯 男子200米冠军等等 现在的谢正业已经29岁了 最终谢正业标出了10秒13的成绩 无选拈得预赛第一名 直到第一日 本次田径冠军赛也是市井赛后 亚运会的选拔赛 中国建伙们为了能达标参赛标准 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今天谢正业处在第六跑的位置 本场比赛谢正业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处在第四跑道 来自福建的谭心强 预赛比赛的时候 谭心强起跑反应达到了0.130秒 是所有选手中巨快的一位传递的位置 而谢正业起跑就会逊色一些 只排在第五位 不过这个时候 只见谢正业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哥的能力 开始奋力成绝 只见谢正业连超四人 红怪就实现了逆转 穿到了第一位 不过在最后五名的时候 谢正业还是有点暴露 最终谢正业以10秒13的成绩 无旋念得得预赛第一竞技决赛 而汤金强以10秒28的成绩 获得预赛第二面 在另外一小组 也是备受关注的飞人 陈冠峰也有着非常部署的表现 今天陈冠峰主在第三跑道的位置 比赛的时候 只见陈冠峰就展现出非常强劲的势头 一下子就穿到了第一位置 并且将领心又是保持到了终点 比如陈冠峰标出了10秒22的成绩 无旋念得到本组第一名 总成绩方面 谢正业以10秒13的成绩位置扳手 而陈冠峰以10秒22的成绩位置刺激 不过陈冠峰这10秒13的成绩 是在逆分0.8米每秒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而陈冠峰则是在受婚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再后陈冠峰也表示 决赛希望去冲击一下10秒大光 而在女子组方面 现在已经31岁的中国女非能 吴永利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表现 今天吴永利处在第五跑道的位置 比以萨克之后 吴永利才跑出没多久 就已经奋力冲到了第一位 接下来吴永利继续高高猛进 因为经历了绝对的零星巫师 吴永利在最后15米的时候就开始犯水了 最终吴永利标出了11秒43的成绩 以预赛第一的身份经营决赛 并且也是主义成绩的第一名 而另外两名中国女非能 梁小庆和葛曼琪 分别标出了11秒50和11秒57的成绩 也成功经营决赛 三者也成功会是决赛 决赛将于今晚9点半左右打下 也期待细争也后 吴永利等中国非能门 会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只不定今晚就会有奇迹发生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你一时再次 有我大手传扮 我下期再会